现在晚上7点钟 天黑了 我们现在到一个服务区了 我看一下好像是进甘肃了 刚刚进甘肃 刚刚在这边边上 开了大概好像有多少公里 应该有300多公里 还有2727 好像开了300多公里了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在这 休息一下换你一共来开 然后我们吃点零食垫下肚子 我们准备等会儿到了 再次晚上 你现在弄点晚饭吃了 然后又要赶路 有点耽误时间 我看一下你还开多久 现在7点半嘛 再开一个小时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不用开太晚 下个服务区还有64 再下个是113 我们就看到下一个 然后看车场地怎么样 看好不好停车嘛 不好停就继续往下一个 最多就开到这个嘛 Sauer 现在是5度55区下一个 4点奥利奥 利奥 奥利奥 奥利奥 他们的名字都在里面 这是奥利奥 奥利利奥 奥利利奥 我们2点钟出发了 看开了5个小时 才开300多公里 好像接近400公里了 接近400 凌虹从上车就开始睡 睡了感觉三三四个小时了 我今天一点都不困 你多吃两个吧 多吃两个就可以走了 吃点东西 然后等那个富油箱的油给全部抽过来 我其实想找地方能给车子充点电 但是好像这边的高速 我停了两个服务器都没看见充电站 应该这边充电需求没有那么大 对就看这两个服务器有没有 有的话可以去充下电 可以省点油 有电的时候油化掉是比较低的 抽好油了 然后重启一下 那个表才会恢复 出发 出发 现在让凌虹多体验一下开房车 因为可能凌虹不打算去烤翠6 所以说以后你就开不了了 现在多过过瘾 这个服务器好小 就不适合停房车过夜 我都还记得这个服务区 我们第一次去新疆的时候 当时在这个服务区要做饭 结果最后发现没带筷子 印象深刻 那都是快三年前的事情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五度服务区了 然后下来看能看 这边停车场挺大的 这后面还有一个专门停房车的地方 那边还可以用水用电 嗯 待会看需求吧 我觉得我们水电是够用的 在路上都是补满了的 然后就停在那个车位里 那边是专门停房车的 挺好的 看看阿贵到的怎么样啊 哇 坐会了 翻了 哇 哦不对 哇 哇 哇 这个正好可以练习一下到车啊 我就稍微看着点后面就行了 这车位蛮大的 房车停好了 哎 这个服务真是好啊 还有专门的房车停车位 两个这么大的车位 停两个透过都可以了 然后还有水电桩 我们倒是不需要 需要的话的话 还是不不贵 水费是五块钱一吨 电费一块钱一度很便宜 好像甘肃这边的服务区都好像没什么充电站的 然后刚才打电话问了一下这儿的 这个说这个水电桩也是故障的 也用不了 那就只有散了 前车充不了电 但是房车的电是满的 准备吃饭了 准备吃饭了 房车电是948 这跑一天形式充电完全能充满 所以说可以直接开空调是吧 我觉得可以 没有必要用柴暖呗 晚上吃一个羊肉泡馍 每个人吃一袋就可以了 还可以自己加点粉丝进去 待会再开空调算了 要做饭 同时带不动 有一个瞬间刚开始启动功率比较高 你要你在干嘛 你这个样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你好搞笑啊 做饭 房车里面都还有水 晚上就随便吃一点 我刚才吃了点那个饼干 都没有很多了 两根吃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开了 本来说开500公里哈 好像没开到500公里 开了400多 差不多了 明天早点起来 明天早点出发 对 先把这个磨给做一下 这人家就吃点那种方便了哈 这个也做好了 直接给倒进去 这个粉和磨煮出来好多呀 你肉还不出呢 还有这个糖蒜 还有辣酱 辣酱就不加了 好 晚餐 搞定 方便快捷 两个人吃也够了 那么多粉丝 把筷子拿一个小碗 吃饭 来吃吧 可以把空调开走了哈 小爱同学 对 打开空调之肉24度 好的 反应有一点点迟钝 因为网络不太好 可能太久没用了 对 我就拿这个锅吃 我挑在碗里面 给那条肉嘛 一样肉还是很大一块的 我们去新疆还差羊肉吃 就是哈 又可以到新疆吃羊肉了 今天把店用完都没什么关系 绵绵走在路上哈 你开一天的时候 随便又给充满了 所以这两天就可以开空调 然后过过几天哈 就可以开柴暖了哈 嗯 到时候记得提醒我把那个抗凌剂给加进去 可能过几天就可以加进去啊 我越往上走越冷了 你得提前加 你得提前加进去哈 对对对对 提前加 我就等你用了手机 直接拉锅子 太爽了 我都吃热了 这空调效果还是可以哈 但其实如果再冷的话 开空调效果就不太好了 如果外面太冷的话 它产生不了热量了 你除非开服热 开服热太费电了 所以到新疆 就算有电也只能开柴暖 柴暖会不会冷啊 柴暖不会冷 柴暖挺给力的 吃完饭 可以看电视了 又开始我们的房车生活了哈 新的一年新的房车生活 最喜欢的就是在房车上面追剧 看啥 你来看吧 你想看啥看啥 看一会就去洗漱哈 咱俩休息 明天我们早点起来 嗯干嘛呢 我还是有点想把这个投影仪给弄到 这正上方 这正头我感觉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改天空了 我给它调过来哈 它现在有一点点不均匀 就是你那边的光线会强一点 对 它这个比我们家里面那个要差一点 所以说它那个亮度啊 没那么高 所以正头效果最好 还有电视 美容器洗漱了 你这两天还可以用这个热水器 比如说你到新疆了就用不了了 估计水管就被冻住了 嗯 只能烧水了 只能 我带了个水箱 嗯 单独烧 用烧水不烧 所以你这两天好好用一下它 不用节约 不用节约水这两天 这两天 这两天水都可以用过 嗯 反正到时候到新疆肯定会冻 因为现在的话晚上都有零下一两度 倒不会冻 如果再往后面走一点哈 那应该晚上就会被冻住了 那洗吧 洗了 能赶紧睡了 今天两个哥哥好像都没怎么玩 是不是坐了一天的时候 还没睡够啊 熬里的傻乎乎的不知道在干嘛 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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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嘛跟哥哥玩去 跟哥哥玩 你要找妹妹玩 去嘛找妹妹玩 找妹妹玩 哦对对对 玩起来玩起来 嗯 对来 找你来咬住 好 拔 拔河 来帮你来 好 拔 对对对对拔起来 好弄起来嘛 坐了一天的车要动一动 拔不动 你要稳如泰山 你要比奥利重两倍 说拔不动你 你还会用手 还拿手给他 我特别喜欢看他们能够玩 特别有意思 好的拔不动 拉手 说 阿迪阿迪加油 阿迪加油 加油 可以的 加油 哎呀 腰傻呀 用力 我要笑死了 看他两个玩是跟看戏一样 带两个哥哥一起旅行 太有意思了 特别好玩 头扭着了 傻瓜 我在这边剪视频 发现他们两个在耍朋友 你看你要都趁这么样子 经常这样子 我都不敢搭操他 我都不敢搭操他 太好玩了 哎呀 被你发现了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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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个旁观者不要理我 这边再剪会视频看完电视我们就准备睡了 12点钟之前睡觉 10分钟